我們講要捍衛中華民國 也必須先得到人民的信任跟認同 也因此我主宰 我們應該回歸三民主義的民本思想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作為在野 我們跟人民站在一起 必須要有一套能夠說服他們的 三民主義尬到這是民本思想 沒有錯 台灣絕對不是阿富汗 但是美國還是美國 而是不會變的 尤其現在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對抗 我們都很清楚 中共認為台灣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對美國而言 能不能守住台灣 其實也關乎到美國的霸權地位 所以兩強之間 台灣最要避免的就是不要成為籌碼 也不要成為棋子 我們要佔我們自己的價值 不要盲目地選邊站 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自由民主 和平安全 以人為本 用這樣的價值去做我們的取捨 而不是盲目地選一邊站 現在的民進黨很清楚 只選一邊站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兵凶戰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兵凶戰 這是一個危機 如果民進黨再不肯 進3千萬級的BNT 我們國民黨要立刻在立法院黨團提案 在明年351的特別預算當中 一定要買3千萬級的BNT 絕對抗爭到 意識抗爭到街頭抗爭 必要的時候 我們還要以全民公投 用全民的力量 把這麼暴霸 這麼荒謬的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 跟疫苗政策 凸顯出來 我常常講一句話 今天民進黨忘了一件事情 年輕人最愛的台積電 護國神山最愛工作的新竹科學園區 是金國先生 李國立先生當時創辦 連我們國民黨 當時的中央投資公司 都出資了台積電 而今天民進黨 你的護國神山是什麼 是全民打高端 如果我們國民黨 自己不能夠先強起來 不能先好起來 不能獲得主流民意的支持 不能贏回政權 這些都是空的 我們還是要先讓自己 團結起來 贏回政權 這才是關鍵 我也絕對不是最優秀的 但是在這個階段 是最適合的 因為我認為其他的人 可能有包 可能還有其他選舉的考量 柏園 完全沒有這樣的考量 可能有的人 他的言論 可以好好操作人 但是與現在 台灣的主流民意 有一段距離 在這個階段 最適合 來為大家服務的 來為大家建構一個平台的 就是卓柏園 我們黨的財務的問題 應該從制度層面來解決 我當黨主席 不是黨主席說了算 我要全力下放 全責分立 我們要把權力 下放到縣市 下放到 巷陣 甚至下放到村里 那我們過去 所收的黨籍金 還有我們的黨費 這個 強制徵收呢 要改為自由樂捐 自由樂捐 因為國民黨 如果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同志 對國民黨有理念 有認同 他自己從腰包掏出來 捐給國民黨的 絕對超過300塊以上 當我如果選到黨主席 我從9月26號開始 我就會呼籲 最少30萬人 重新回到本黨來 各位 30萬人一定會帶來 一些 我們的一些 入黨的費用 這個費用是非常龐大的 各位大家認識 廖萬能先生吧 他是 烏光大碗 他說 請我吃了兩次飯 他說 亞中 你就到中堂回去 明白的告訴他們說 這些錢沒有問題 他負責 當我每個月的錢 該學到少 他會幫我募好 當然 我非常的感謝他 我相信 我的朋友 應該不是廖萬能先生 那我這邊手上呢 還有三張 大概加起來有 美金 500萬元的支票 各位 資料怎麼來的呢 就是當時洪主席 記不記得 在民國106年的時候 在一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 有點擋不 發薪水 發不太出來 那個時候呢 洪主席就拜託我 我呢 親自兩次的 飛到馬來西亞 找到我呢 馬來西亞算是 很有錢的朋友 開了三張的支票 美金 500萬元的支票 也就是說 願意把這個錢 先暫時借給 中國國民黨 500萬元 美金 當然 我這邊下面就不好講了 他們會不會 把這張支票去兌現 這我不敢講 但是 也許這張支票 作為他的傳家之寶 但是 整個過程中 由我們的 邱大展先生 開了三張的 美金500萬的支票 給我帶去 最後 他提一點 如果說洪秀柱 能夠選上黨主席 這張支票 完全沒有問題 500萬美金 絕對進帳 可是很可惜的 洪秀柱主席 沒有選上 所以我就把支票 拿回來